解放军空军日前在南海的演训吸引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先是轰复勒K轰炸机巡航南海 然后是运复九运输机在南海某岛礁演练空投 最后是北部战区空军战机在南海进行昼夜空战训练和联合演练远海攻防 这些演练的关键词是南海岛礁和远海作战 匿名军事专家告诉澎湃新闻 www.sprepare.cn 上述一些演练是解放军空军在首次在南海举行 这意味着空军正在适应南海环境 提升部队远海多样化作战能力 尤其是驻去南海岛礁这一举动意义深远 空军多型战机和多个兵种联合演练远海攻防 由图可见战机飞行高度较低疑似进行低空图防 本文图均为央视新闻截图 北部战区战机首线南海演训 以往在南海上空执行任务的战机主要来自解放军南部战区 远广州军区空军航空兵或海军航空兵 但此次在南海进行演训的战机大部分来自其他战区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12月2日报道 报道空军孕妇九机群从西部某机场出发 飞行数前公里后抵达南海某岛交进行空头演练 之后机群当夜返回 从报道细节可以看出孕妇九机群是从四川西部某军用机场出发前往南海 说明该机群来自西部战区 孕妇九飞机是一款中型运输机采用哦 将发动机最大运载能力20吨左右 该机在2012年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 今年与孕妇二十飞机组成混合编队 参加庆祝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根据官方报道 该机首装空军航空兵某团后 以前后奔赴戈壁大漠学域高原南海之兵进行训练 圆满完成了陆空连演重装空头士兵空降等重大演训任务 对于此次南海岛交空头演练 官方媒体称这是国产中型运输机首次实施长航程海上训练 标志着孕妇九飞机以全面形成战斗力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大部分运输机都装备于空军航空兵 空头地点主要还是在陆地上空较少在岛礁 尤其是南海岛礁演练空头运输机既可以空头装甲车辆 火炮等武器也可以空头弹药食品等后勤物资 在战时运输久远距离岛家空头可以通过空头散兵 机武器装备增强夺控岛家部队的战斗力 也可以在紧急状况下空头后勤物资增强首岛官兵的防御能力 空军专家傅前哨表示 除了运输机进行倒架空头演练 解放军空军多型战机和多个兵种体系对抗演练 也在南海展开 从央视新闻画面上可以看出参与演练的武器装备 包括肩负11B战斗机 飞爆间级轰炸机和地空导弹等 演练中担任蓝方空中掩护任务的肩负11B战机 和图防任务的飞爆战机率先起飞 在空中完成集合后向海上目标实施突击 发现目标后 红方雷达和地空导弹部队对来袭蓝方目标进行打击 并出动战机进行空中拦截 空军航空兵母旅副旅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次体系对抗是针对岛屿和云海及深海方向作战 主要分为空对空和空对地提高海上深海作战能力 据报道参与此次多兵种体系对抗演练的战机 一部分来自千里之外的北部战区 这是官媒中首次出现北部战区兵力在南海演练的消息 傅前哨认为一个战区的航空兵部队千里激动到另外一个战区 进行演练对战机飞行员和后勤 保障设备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此次北部战区的战机转场到南部战区 并且是面向远海作战方向 说明空军全疆域作战能力越来越强 肩负11B战机在南海某岛机场降落 这些演练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空军战机进驻南海某岛进行演练时 岛上新建成的新型加固横温逆风机堡 纵官媒报道可以看到 树架火产肩负11B战机在南海某岛机场降落入库 并梯次起飞完成战术编组后 直奔海洋深处展开昼夜空战对抗 这是扩建后的南海某岛机场首次曝光 证明已经投入实战化运作 肩负11B战机在南海某岛机场降落后入库 虽然官方新闻报道中没有公开岛礁机场机堡的任何信息 但新闻画面上出现的机堡还是引发了外界极大的兴趣 国内外诸多军事观察家普遍认为 突变中出现的是岛礁机场上新建成的新型加固形横温逆风机堡 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岛礁环境新研发的机堡 装有文控设备 密封信号 有一定的防弹能力 相对于内陆机场 海上岛礁机场的环境条件要比陆上机场恶劣得多 海上机场与航母面临的挑战类似 机潮湿 岩雾等对战机的影响非常大 再加上常驻内陆机场的战机在设计时 没有像舰载机那样充分考虑潮湿 岩雾等因素 因此飞机的机体发动机武器装备和电子设备等受海洋因素的影响更加突出 比如战机上的铭合金就容易受到炎雾的腐蚀 还有战机上的一些橡胶部件 高温高湿高盐会加速其老化 傅前哨举例说 恒温逆风机保卫战机在南海高颜算辅置性海洋气候下 长期驻扎奠定了物质基础 有助于让战机保持较高的战备率和出行率等 不过傅前哨也强调 这种长期驻扎不一定是一支部队一直驻扎在岛礁机场 也可以是多支部队轮主 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海洋环境对战机的损耗 另一方面则让更多的部队具备远海作战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恒温逆风机保的成本高于陆地机场的普通加固机保 其能耗也相对更高 而在面积有限的岛礁上 电力供应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在傅前哨看来 是否要在岛礁机场上建设恒温逆风机保 以及如果要建设 应建设多少个机保都需要进行综合权衡 此前外媒多次炒作 中国在南海岛礁部署军力 认为中国在南海七个岛礁上部署了武器系统 并怀疑所谓的军事化 对此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此前都已进行了回应 中国外交部表示 南海主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设施建设 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完全正常的 这是国际法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权利 这与所谓的军事化无关 中国国防部则回应道 中国在岛礁的建设 南海部署武器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御 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目的 近年来中国空军援海训练的频率不断提高 今年甚至进行了连续多天的援海训练 侧面证明中国空军连续援海突击作战能力有了提升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深进科大校12月4日在华北某机场发布消息说 中国空军近日出动侦察机赴黄海东海远海训练 提高备战打仗能力 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深进科大校介绍中国空军侦察机此次远海训练 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 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 当天空军同步组织了尖辑机预警机和地空导弹部队实施协同训练 在11月30日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回答解放军轰-6K等各型军机开展出导链远海训练 提问时表示没有十一锁链能够锁住中国